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Albert 今天這次影片想要來聊一下 我最近新購入的 16吋MacBook Pro的使用心得 整體來說,使用的體驗非常好 除了一件事情以外 我會在影片的後半段提到 今天這次影片的幾個主題 第一個是我今年升級我的MacBook Pro的動機 還有我使用電腦的一些主要的用途 當然沒有電腦是完美的 所以我也會聊一下 我自己認為16吋MacBook Pro的一些優缺點 那我們就開始吧 它今年算是我電腦的一個大更新 而且這台16吋的MacBook Pro 是我人生朋友的第二台MacBook Pro 我上一台是2014年購入的 13吋的基本款的MacBook Pro 所以睽違六年的大更新 所以是非常非常興奮的 那我選擇的是16吋的基本款的MacBook Pro 還有6核心i7的處理器 還有512G的SSD 然後因為我也有一些多工的用途 時常會開很多程式 還有很多Chrome Tab等等 所以我選擇將記憶體從16G升級到32G 那我為什麼選擇在今年升級我的電腦呢 第一個當然是 我的舊的13吋的MacBook Pro的效能 已經有點不復使用了 如果說我多開幾個程式 或者是多開幾個Chrome Tab 電腦的速度就會變得很慢 那另外一個主要的原因是 我舊的13吋的MacBook Pro 各位可以在畫面上面看到 第一個是它發生了電池膨脹的現象 由於電池已經突起 所以我現在的螢幕是沒有辦法完全閉合的 而且如果說電池膨脹還繼續使用的話 其實也是不太安全的 另外一個是螢幕上面的抗反光鍍膜 也開始產生了脫落的現象 這張照片只是其中的一個小角而已 其他部分的螢幕鍍膜也是開始脫落的 那我在網路上面看到 這似乎也不是個案 所以似乎MacBook Pro的螢幕反光鍍膜 好像是蠻脆弱的 那我的電腦主要的用途 第一個是大約60%是程式的開發 還有一些線上課程的學習 主要是以網頁開發為主 所以像Python和JavaScript的程式開發 那20%是娛樂用途 像觀賞YouTube的4K影片 像我舊的13吋MacBook Pro 基本上4K的YouTube影片 其實大部分都跑不太動了 那有時候也會在電腦上面看一些Netflix的影片 那其他20%大概都是其他用途 大概像文書處理啊 網頁瀏覽什麼的 那在未來我也會 運用16吋的MacBook Pro 剪接影片或者是用Xcode 進行一些手機APP的開發等等 所以以這些用途來講 16吋的基本款的MacBook Pro 然後升級生32G的RAM 基本上是完全OK的 那這邊來聊一下 我自己認為16吋的MacBook Pro的一些優缺點 主要的優點 第一個當然是強大的效能 尤其對我來說是 睽違6年的大更新 新的6核心i7處理器 讓很多程式及多工作業都非常順暢 而且快速 那第二個是 螢幕的升級 從13吋到16吋 我覺得也是非常有感的 那最後一個讓我覺得非常驚艷的是 16吋MacBook Pro 喇叭音質的提升 新的6核心道的喇叭系統 無論是重低音還是中高音 還有整體的環繞音效 我覺得都讓我非常滿意 甚至讓你覺得 不像是筆記型電腦的喇叭 那一些16吋MacBook Pro的缺點 第一個當然是 價格上比起13吋MacBook Pro 也是貴許多 不過電腦對我來說 算是生產力工具 所以我選擇一次到位 然後我會再使用另外一個5年 那第二個當然是重量 16吋MacBook Pro的重量 來到2公斤 所以攜帶上 就沒有像13吋那麼的方便 那最後一個我想 這也算是成為常態了吧 就是現在的 蘋果的 MacBook 基本上都只剩下 USB Type-C的接頭 所以如果說你的電腦 需要連接到像 螢幕啊 外接硬碟 鍵盤滑鼠等等 你需要另外購買 USB Type-C Hub 這當然就是另外一筆開銷 那這邊分享一個 我蠻慘痛的經驗是 當我入手 新的MacBook Pro的時候 我就把前鏡頭 用便桃子把它貼起來 直到我看到 這大約兩個禮拜前的新聞 然後當我把便桃子 試下來的時候 我發現 前鏡頭附近的螢幕鍍膜 會產生了脫落的現象 所以現在看到的是 也是非常精通 不過還好 鍍膜脫落是發生在 螢幕上方的黑邊的位置 所以沒有太大影響到 整體的使用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新的MacBook Pro 它的螢幕反光鍍膜 還是非常脆弱 所以各位在使用上 一定要格外小心 如果你是住在美國的朋友 今天7月25日 在Amazon上面有一個 非常好的deal 是16吋基本款的MacBook Pro 16GB RAM 512GB SSD 只要2,099塊美金 這基本上是官方定價 在折接近300塊 我自己覺得這是非常好的deal 所以有興趣的話 歡迎點選在影片序述中 我的Amazon的連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接下來我還會製作幾支影片 聊說為什麼我選擇 16吋而非13吋的Ninebook Pro 還有我在電腦上面 運行的一些程式 整體的效能 還有記憶體的使用狀況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並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 下次影片再見